大家都覺得這麼難辦的軍國大事 比林三哥一連串似乎易上天開 但是偏偏有頭頭是道的說話 是這樣的就搞定了 沒辦法了 連一體兩制 在現在都屬於這麼偉大的構想 都被他搬回大華潮那裡用 你想說當時那些謀臣之士 不服我們三哥都不行了吧 這時候大家看著林三哥的眼光已經完全不同了 剛才剛剛上朝的時候 林三哥還是站在最後最不起眼的那個位置 但是現在無論他站在哪兒 眾人看著他的眼光之中 都充滿了善慕、妒忌、阿瑜奉承 甚至也有些人用仇恨的眼光挖緊他 這樣一來呢 唉 第一個最直接的後果 就是三哥無論站在哪兒 都總是覺得他站在人蟲之中被周圍不知多少雙眼挖緊他 想閉閉眼睡現在就不行了 在這麼多人之中 尤其是那位上將軍李太看著臨衫簡直就好像餵食佬看著肥蓉 或者呢是色情佬看著美女那樣 嘩 那雙眼簡直發光 幾乎是嘴角都流出口水出來 他對徐衫說 他對徐衫說 這個臨衫啊 什麼計势都被他想得出來的 這樣的人來參軍 太可惜 太可惜了 哎呀 老徐啊 你說 阿紫 可不可以勸得了他來參軍呢 徐衛叹一口氣 唉 阿紫 那傻妹啊 看起來雖然好像很討厭林三那樣 其實她現在 自己已經深陷其中 只不過是她自己沒有發覺而已 叫她去勸林三 到頭來 誰勸誰 我看都說不清楚 深陷其中 尼泰走走眉頭 不是吧 這個臭小子居然這麼有魅力 連阿紫都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怪不得了 為什麼這一陣子 阿紫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多呢 照道理來看 林三個臭小子都算不錯 有人品 有本事 除了呢 臉皮厚一點 甚深花跌之外 其他都算是挺好的 這眾人一片讚譽聲中 城王爺 城王爺周身眉頭 忽然間 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說 皇上 皇上 臨三的提法 都很奇妙 就地組建智勇軍 這個 這個 這樣的想法都算不錯 不過 如果用這些從未上過 戰場的新兵 去出兵援助高仙 搏殺東營人 那 你猜打不打得贏呢 東營那幫武士 那些忍術刀術 神帝都親眼見過 非常厲害的 林曼榮黎著他一眼 心想 你這個臭公 勾結那幫東營佬 害死了我們五千將士 兼且 搞得我幾乎粉身碎骨 現在神仙姐姐都下落不明 現在你還敢裝好人 用那些東營佬來嚇我 哎呀 那皇爺 懂得那些東營人嗎 你跟他們很熟嗎 皇上 東營武士的刀法 孤子仁犀利 但是 不要忘記 他們現在要渡海而來 登陸作戰 他們可以發揮出 幾成的刀法呢 還有更加重要的一點 一旦我們戴華 決定出兵高仙 天下皆知的時候 這個 也都顯示出我們戴華 無比堅定的決心 以東營現在的實力 國力 他夠不夠膽 直接跟我們作對呢 總之 皇上 無論你東營人想怎樣都好 只要他一袍頭 我們就要堅決地打他 打得絕不手軟 哈哈 好 就這麼決定 高平已指 是關內關外 就地精兵 由京城派出禁衛軍中最得力的將領 負責訓練這支智勇軍 你這個主意是林三出的 今天一事不凡二主 林外興 朕就委任你為智勇軍的統帥 蛤 整班朝臣聽到人人都吃了驚 因為這支軍隊雖然剛剛建立 但最緊要的是這支軍隊的職責是護衛關外和高仙各地的安危 那也就是說 以後就算是歸順了高仙王 都要看他林大人的面色辦事 這個位 簡直是高仙的太上王 甚至是無面之王 哎呀 皇帝一句說話 就給了這麼大權力林三 你說 聽起來怎麼會不令人心驚呢 誰知 皇帝這個決定 已經令人覺得奇怪 但是我們林三哥的反應呢 就更加令到那幫人 個個抹大口得個孔了 林晚榮聽完皇帝講這句話之後 馬上就擺擺手笑而已 哎呦皇上 懇求你修回成名都行 我只是宵家一個小小家丁而已 本身 我最緊要的工作呢 就是伏少夫人小姐 皇上不是欲不欽次了 天下第一丁這塊牌匾給我的嗎 我想皇上的意思 就是鼓勵我 盡忠職守 做好本分 至於其他東西 哎 我林三哪有這麼好上頭啊 想都沒想過 請皇上 收回成名好了 寧願做家丁 不做土皇帝 哈哈 這樣的反應 恐怕古往今來 也只有林晚榮 林三哥 一個人才做得出 這個時候 大家望向我們 林三哥的眼光 又複雜了很多了 有羡慕的 有妒忌的 有嘲笑的 總之百多人之中 個個都心思不同 對於我們林三哥那些 出乎人家意料之外的反應 皇帝似乎早就習慣了 哈哈哈哈 小家真的難得 有你這麼忠心的家人 不過你的家丁 是不是真的做得這麼安分呢 朕看也都未必 朕聽說 你和小家的二小姐 有些淵遠 林三啊 你是否有些監守自盜之嫌啊 哈哈哈哈 這件事呢 大家多多少少 都有聽說過 既然皇帝都拿來講笑 嘿嘿 那不好意思了 林大人 我們都笑了一份了 各人都放聲大笑 林晚榮好無奈 又好無辜地說 唉 皇上 那你都看到的了 我人品這麼出眾 你說沒有女生喜歡 那又怎麼可能呢 希望皇上教一下我 怎樣才可以收斂那些瘋芒 讓那些女生呢 少點喜歡我 唉 其實小文 真是好難做人的 唉 在朝堂之上 公然由國事 扯到家事 你林晚榮呢 都夠了前衛的了 眾人聽得不敢又 哈哈大笑 好了 你兩件大事講過 剩下的第三件事 就是研究 怎樣北上出兵 去抗擊特勒的戰略呢 這個本來就早就定好計劃的了 李泰就將路線 和兵力的分布詳細講解一番 徐子晴在旁邊就不時作的補充 一路就講了大半的時辰 林晚榮一來就沒有興趣 二來呢 這些事情 人家一早去研究好 自己也插不下嘴 於是 這大半的時辰裡面 他就開始無聊起上來了 一無聊 雙眼當然是周圍瞎啦 他一眼 自然又看回皇帝身邊 那個屏風和那堂簾後面 那個女子的身影 不知為何 雖然屏風和那幾堂的珠簾 將那女子的身影 遮得無不清 但是自己看著那女子 卻有一種莫名其妙 很熟悉的感覺 而且這種感覺 還越來越強烈 他究竟是誰 他究竟是誰呢 這個時候 在大殿西面的牆上 掛起了一張行軍圖 李太正是指點著行軍路線 跟大家再作解釋 皇帝和整班大臣 都一起轉頭 就看著那張圖紙 捧著這個機會 林晚榮一步步地 向那堂簾 向那屏風走過去 越接近 那種熟悉的感覺就越來越強烈 他是誰 為甚麼 為甚麼自己看著他 會覺得他是這麼熟悉 會覺得很想哭 他心裏面 有一種很激動 很難明 很講不清的情緒 好像幾乎要忍不住 衝上去 大喊幾聲 這個人究竟是誰 究竟是誰 漫漫 他已經來到龍偉的樓梯級下面 忽然聽到裡面一聲長嘆 原來一個女子的聲音 耿熱著 細細聲地念著說 山外青山流外流 西湖 西湖 江武幾時憂 暖風 分得猶人醉 直把鴻舟 當變舟 當變舟 清船 是清船啊 紮時之間 林曼榮只覺得自己的頭 橫一聲 接著就什麼都不知道 這首詩 就是當日 自己剛剛 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在袁武湖邊 一時感觸淫重出來的嗎 正在袁武湖邊 自己就跟清船相識 妙玉坊裡面 再度的偶遇 蕭家內宅裡面 親切的交談 還有 後來在山上 一直的歡愉 同時清船經歷的一點一滴 紮時之間 就像一幕電影一樣 在自己的腦海裡 不停地閃出來 雖然已經不見了幾個月 但是為什麼 他在我心裡面的印象 反而卻更加深 更加深 清船 清船 清船啊 林晚榮這一刻 整個傻了 好像根本都不知道 自己在哪裡 徐衛拍下他肩膀 說 喂喂喂 小兄弟 你做什麼啊 林晚榮 這樣才醒個神 這個時候 朝堂之上 百幾雙眼 一起都釘在自己身上 原來剛才 李太已經說完了 忽然間大家聽到 林晚榮一聲大叫 靈轉身一看 見到他好像撞了斜 那樣 站著在那裡 他在那裡 口裡面 暗暗沉沉沉 不知道說什麼 很多人的心都暗暗地在想 喂喂喂 这位林大人不是突然间发疯了吗 哎呀 这么认真出奇咯 林晚宏这个时候 马上就再向廉后院一望 啊 不过书已经空空如也 本来坐在那儿的女子 早就消失不见 哎呀 清算 清算啊 林晚宏大叫一声 几步冲上前 就想掀开唐脸 哎呀 林大人林大人 请你讲些规矩好不好 有几个太监正黑党的身前 哈哈 朝堂之上 林大人啊 千万不要擅自越位啊 请林大人回归本位啦 但是这阵子 林晚宏哪里听得你说话 这个时候 他脑壳里面 全部都是清算的身影 日日夜夜 自己的希望能够再见他一面 哎 猜不到 是不敬意中 原来已经见到 但是一不敬意中 又敢被他走了啊 什么叫做此赤天涯 这些滋味是多难受啊 就算好像林晚宏 这么坚强的人 这个时候 现在忍不住要发颠 发狂了 让开 你们和我让开 他一声大喊 像面前那两个太监 一肯踢踢跌 大踏步的 就要向前冲过去 一直在旁边守着那帮禁卫军 哎呀 这种得了的 势时间 一个个刀枪出招 挡在前边 但是林晚宏好像根本看不见 脚步不停向前边直冲去 你日望 可以说 亦都在朝堂之上 从来都没见过 整帮大臣 看到刚才用谭笑风生 鬼马风取的林三哥 为什么眨眼之间 就变得好像瘋了 大家都觉得好奇怪 一时间你望我 我望你 谁都不敢出声 连旁边一直都看着 这边动静的徐志成 见到这么疯狂的一幕 哎呀 一下子他都呆了 这个是什么地方 是金联殿 是朝堂以示 最紧要的地方 这些是最讲规矩的 好像林晚宏那样 刨敲金殿 不用说 一定定斩无射 但是 这个林晚宏 居然为什么会发疯的 连命都不要呢 这个时候 他双眼好像根本就望不见 面前那些刀枪劍击那样 只是死死地盯着 后面的珠帘和屏风 日往无前 大大步地就要向前冲过去 这个是一个店银的女子 这个女子 她究竟是有什么魅力 可以使得林晚宏 宁愿为她不要条命呢 皇上 皇上 皇上啊 最威力 林晚宏最近 但是她自从一听到林晚宏 叫出清旋这个名字 就知道弊家火 这阵时 无论前边有刀山有游鹅 我看林晚宏肯定都要跳过去的了 眼看着 他跟那些禁军越走越近 他即时抱拳说 皇上 事处突然 而且事关重大 林大人都是逼于无奈的 请你准他上前探望了 皇帝望着林晚宏 眼神之中都不知道多么复杂 忽然间一揮手 即时 当林晚宏身前的禁军 向两边退开 林晚宏就立刻冲上前去 你和珠帘后边 所有的摆设都是非常素雅 除了一张台 一张椅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但是 在空气之中 它就散发着一种 淡淡的南花的香气 桌面上面 放着一张薄薄的孙子 上面 画着遍地的桃花 在桃花丛中 有一个人 站在树 嘴角微微地撬住 似笑 那副神情 花枝 碎碎中桃花 开在 端长时 熟悉的智织 还有 还有啊 在世上 独一无二 是自己亲手配製的 南花香水的味道 还要这么熟悉 林晚宏的声情 除了清旋 还可以是哪个 还可以是哪个 林晚宏拿过这张画 看着 看着 晒在纸上 还没干的 那些水积 这个是清旋的眼泪 刚才 可能清旋又 混不如飞 画了这幅画 一边画 一边 还流眼泪 看着 这些水 林晚宏避过一宣 双眼 忽然间 濕润起上来 心里面 一种难以 说得出的 温馨和感动 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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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不出来见我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偏偏 会令我长断 碎碎中桃花 开载 断长事 清旋 清旋 啊 他用尽全身的气力 大哭了声 但是 大殿之上 又哪里有人回应呢 都会有一点 大哭了声 对 对 人 的 都会